法連政府公共兩大館頂康告遺跡 一大是七七潭四百五堆 一大是倒下的 不換遺跡 這是法連市和七七潭海邊的四百五堆 像裡面比黑區的地方是法連政府 先公共的館頂康告遺跡 康告另外在這裡發現 這麼多費用到忙 經過鑑定時薪酒氣時代老奶 三千多年前 當時的人群生活在這裡 那他們因為利用河海資源 所以說我們在現地 我們大概是發現了非常多的捕魚 有關的那個器物 那最多的就是網罪 原本當地在七千潭海邊 很多都跟地圖沒了半袖 二十幾年來在這裡開面 所有的大部分都是外來的島主客 現在福根的四百個地 比江湖是關於康告遺跡 以後要開發才會更加注意 如果要漏應該是沒有啦 應該在我們這裡 那種的騎鞋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也沒有不好啊 暫時的境界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等到它正式發掘完畢 有它可能就會再開放 也有可能了 關於康告遺跡在這兩個所在 民眾那是發現過分危機 就要趕緊統治文化教 那是安靠國開法 會以違反文書法裁法 記者綜合佈渡